再來看 今天五月初日的動作 不過好好是沒有辦公室 中小學的代理大科老師 還有說在幽靈園裡面 簽有的告報案 其實都算是 樂計畫的六天 今天 事實說是可以來辦公室 不過好好要上課 他也是要去學校 全國代理大科告訴工會是 支出說 今晚願意提供保守 或是說什麼不太美的學校 是真正的 中小學的代理大科老師 有設用的計畫 樂董在這一天 合困 不過配合好好的運作 優惠來上課 台南七六港局長表示 代理大科的老師 樂董在應該 要讓他相賣的薪水 不過全國代理大科老師 工會基礎 現行的制度 要讓人相賣的薪水是真難落實 讓有國管齊到有救 應該寄救要讓人保護 那你在學期間其實就是有請假門檻 那我覺得這就是配合學校的 運作體制 那就給予他 合理的其他補修就是寒數假 公立的幼齡 拍攝後的告報員也有同樣的問題 而且全國有夠三個工會 制度 並上是會學校的 管理大項的挑戰 工會上新的調查 那是告報員請特別休假的時候 有關五百萬十五百的幼齡 會違法要求告報員 要自己付代課費才能請假 特別休假不適合後 有人想要告報員也沒人換作薪水 全國有夠三夾工會任務 郁林峰老師已經是壓力很高 方向也很高的這夾 全夾輸出難找 現在在告有現場的人 應該要讓他們更好的對待 會有夠告訴這點告報員 新手製度 一方面減肌違法的幼齡 要讓告報員 不用反而好好運用科學 來喊這個休假 記者 中學報得